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带您看到的是全中运各项比赛进入尾声 接下来全大运的比赛项目陆续登场 其中空手道网球从27号开始进入比赛日程 竞技体操则是从29号开始进行一般赛与公开赛程 空手道第二天的赛程台东大学吴雨晴在大专女子公开五辆集组中 勇夺该项的银牌 随着全中运比赛项目陆续完成 紧接着从27号开始全大运各项比赛持续进行 28号当天进行公开男女组个人对打与一般男女组个人行 其中来自台东大学的选手吴雨晴在第一轮的比赛中以瞬间猛烈的攻势拔得头筹 提拔第二轮 所以我在前一分钟如果没有得到多一点的分数 我后一分钟有可能会被别人解决 所以这是我的战术 紧接着进入冠亚军争夺战 对手是来自台北教育大学的温子轩 在身形的差距之下 吴雨晴多次受到对手集中得分 在这场赛事中不幸落败 不过却为台东争取到守面的空手道银牌 空手道比赛项目从27号礼拜三 到4月30号礼拜六 民众不妨拨控前往现场欣赏赛事 同时也为场上拼战的选手们加油 同台新闻张家伟台东市报道 延续全中运同一个场地 全大运体操项目一样也是在县立体育馆来举行 在28号当天来自各校的参赛队伍 把握一天的时间分场次进行赛前练习 拥有体操界常胜军之称的民传大学 当天早上也参加一般组的女生队伍 也在指导教授的带领之下 把握时间为即将而来的赛程进行热身练习 体操项目中分为竞技体操以及韵律体操 竞技体操类分为公开男女生组 还有一般男女生组 参赛人数上限为6人 韵律体操类公开女生组则是10人为限 明天的比赛项目大概是有哪几样呢 明天早上的赛程是给一般组的学生 来做一个成队的竞赛 那下午是给公开组的做一个成队的竞赛 男生或是女生他们比赛最高可以报到6个人 但是他在每一个项目可以用5个人下去做比赛 那在从这个每一个队里面的每一个项目 把他里面最高的3个人 把他成绩拿出来 然后相加每一个项目相加 作为他的一个成队竞赛成绩 所以严格来讲 如果你那个队有3个人的话 但是在所有项目都参加 那他就可以获得成队的一个成绩 在28号当天 大会进行参赛队伍报道 还有赛前练习 小时候是学过舞蹈 那就是一直对体操有兴趣可是没有办法接触 那就是进了大学读体育系 然后我们学校刚好有体操校队 然后就就是进来跟着学姐们一起练这样 拥有体操界常胜君之称的明传大学 当天早上参加一般组的女生队伍 也在指导教授的带领之下 把握时间为即将而来的赛程进行热身练习 这一次最主要我们的 是以事项我们都还算蛮平均的 那我希望他们都可以不用失败 那不失败的话 我想我可以激进成队第二名 应该是没问题 在日本国中时候就认识 然后一起练有养体操 然后来这边 因为没有有养 所以我找学校的体操校 然后就一起练 29号进行成队第一竞赛 早上9点到下午1点为公开女生组的赛程 下午1点半到5点半则是公开男子组的赛事 东代新闻张家维台东市报道 来到陆野地区 现在增加了一个秘境美地 有着欧洲风格的拱桥设计 又有古仆风格的防鼓砖 在两旁的绿意盎然的稻田中 颜色相当的分明 不仅灌溉二成坪地区的农田 也增加观光休闲的用途 水地会会长罗云健跟水宝局台东分局长王智辉 一起通力合作争取经费 共同将二层平复郡打造成为重谷区 未来的新亮点 美丽的绿色稻田随风飘逸 欧式拱桥搭配防鼓砖造型 你一定觉得这是在国外还是在哪个秘境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拱桥是二层平复寸 水寸比田高 而且在水地会会长罗云健的努力之下 在102年打造了这个全新的高架水桥 不仅造型美还成功灌溉了 50多甲的二层平农田 农民的感谢之意洋芸仪表 这个二层平水桥呢 在民国四十几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建造了 但是早期的时候建造的时候没有机械 所以他们是用人工填土 把这个土堆填一个土堆 填一个土堆之后呢 把水从这个西岸 送到对岸的二层平呢 去灌溉那十几甲的农田 那经过了年代久远了十几年 十五十年了 那是都渗漏了 很严重水都送不过去了 那百姓一直在乘群说 我们的农地都荒废了 要改善 那我上任之后呢 就觉得说HS这个对农民的灌溉来讲 已经造成不变 而且根本没有收成 所以那时候要改善 改善的时候我到现场来看 我发现说这个土堆啊 它杂草同生 那如果说以灌溉功能而论 我把它纯灌溉钩做起来的话 是很简单的 就做一个水沟就做回去 钢筋混凝土做起来就好 但是呢 这个没有办法是 多功能我要想 这种好的环境 如果照这样做的话 是整个破坏环境的 我们友善的环境不是这样做的 所以我就在想 要怎么样子让它能够做得更漂亮一点 有着行动力与冲劲 罗英健除了把点子想好 还与水土保持局台东分局长王志辉说 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福寸做好了 却因为周围的电信杆破坏了美景 水保局分局长王志辉听到 二话不说 马上向总局申请经费 要让电感比较化 其实二层林水桥的前站 可以说是个偶然 可以说是很多人的爱心 共同水集结二层 一开始的时候 就像这个罗会长所说的 只是一个单纯的灌开设计 我们并没有想到 多这么多后续的东西 可是因为农村再生 他希望让农村有新的风貌 而且能够新的一个亮点的提醒 那原来只是一个 单纯的一个水域设施 我们希望说能够融入 我们这个农村里面的景观 美学 还有游戏 跟一些农村旅游 都够结合在一起 那这个水桥所在的位置 其实它左右两边 都是这个非常漂亮的农田 而这样的景色 虽然在重谷区域里面都有 可是没有一个重谷区域里面的水田里面 拥有一条这么漂亮的一个水桥 那水宝局在推农村再生的时候 希望能够带入我们农村 新的一个意涵 一种新的文化 所以这个水桥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找了很多人讨论 也找了很多国内啊 有关农村景观啊 跟游乐方面的 一起来探讨说 怎么样让这个水桥能够发挥它的功能 因为通力合作两个单位的努力受惠地方 路野乡社区的民众更是开心 这是一个观光的一个取向 也是一个串子 将我们的水的意向 水的水域的空间 能够发挥的一个移民地址 将我们的一个观光带入 真实质上的南空域 水域的一个生态 包括山地的一个移民 把人未来的推向 整个产业跟观光 包括实际上的做结果 水利会会长说 他最开心的 不只是将二层屏做好而已 他在意的是社区 有没有连结与用心 希望所有的周边环境规划 全都交给社区 让居民自己动手来 这样才是真正的永续发展 在做这个水桥的时候呢 我们就定调到 要坚俱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灌溉灌点要存在 要保证输水能够顺畅 第二个呢 我的生态 本来这是一道土墙的 结果现在风现在是不是很凉 土墙有没有风 你买了 我风吹不过来 我的昆虫 没有办法 一般的地上昆虫 它不会过来 这个是一种 动植物的迁循困难 然后呢 景观障碍 我看不到对岸这么漂亮的水田 看不到 那一样看不过来 这个景观的障碍 这个 然后呢 我们讲说 本来一个土堆 很宽的土堆 我产除之后 我水桥盛这么宽 那盛的空地呢 我营造成公园 营造成公园 让当地的百姓呢 我农险的时候 就可以被咬着来这边 到这水桥底下呢 聊天泡茶 做一个闲聊 大家下场话短 美丽的二层平福尊 现在不只是灌溉用 还多了一份责任 成为了台东县重谷区的明日之星 现在想要赏景或者是拍照 或者你想要好好的发个呆 下次不妨来个二层平巡礼 会有意想不到的丰富收获 东太宣布发林郑霍如 在鹿野乡的采访报导 先走户水桥 二层平站 以提倡低碳旅游爱地球的概念 由朝日温泉还有绿岛低碳旅游协会 举办了指示活动 特别邀请家福中心呢 总共18位的小朋友 一起到绿岛来参与 朝日温泉董事长张明毅 还有县议员谢贤玉呢 跟绿岛低碳旅游协会理事长等人 共同的跟小朋友 把爱心的树苗给种下 希望让爱不断的成长 也落实环境保护的观念 从小开始做起 为了推广低碳旅游 也培养小朋友正确的环保概念 由朝日温泉与绿岛低碳旅游协会 办理的植树活动 特别招待家福中心的18位小朋友 一起到绿岛参加两天一夜的行程 重头戏就是植树活动 由朝日温泉董事长张明毅 台东县议会议员谢贤玉 绿岛低碳旅游协会陈理事长 东莞处绿岛站主任李之花等人 一起来揭开序幕 我们是一家人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在现在地球软化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不要看我们这样几百棵树的植树 如果说我们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大家都在植树的话 那我想这个我们地球的背 就是我们这个森林一起来的话 让我们的地球就可以永续 所以也很感谢家务中心 还有我们毕岛两所国桥的小朋友 我希望你们能够对这样子的一个 有意义的活动能够持续下去 今天非常开心看到大家齐聚这个活动 因为这个活动要办成功 非常的辛苦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时间很短 然后需要很多单位 刚才议员讲 很多单位的鼎力相助 首先我要感谢的是 我们这次的承办单位 就是我们的绿岛低碳旅游协会 他们的成立时间非常的短 但是效率非常的好 所以才让我们今天这个活动能顺利的举行 那第二个要感谢我们的台东领馆处 他将200克的数秒 免费的运送到我们绿岛 还安排了两位解说人员 等一下要去爬阿梅山 还放了一些小礼物 小朋友们等一下一定要去 为了绿岛这块美好的土地 我们这个协会 还有我们张董都非常支持 因为要响应环保 确保空气的品质跟水的品质 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才来举办这个植树造领爱立岛这个活动 希望能从立岛这块土地踏出第一步 领馆处装客长也教导大家如何正确的种植树苗 这一次我们会做一个立岛的低碳质 这一个植树的活动 最主要就是当时我来接触立岛的时候 所看到的它的这个 本来立岛生的重点 生态是立岛之母 如果立岛世期的生态 那我想立岛它就没有观光客演艺上来这边游玩 那会影响到我们立岛上的一个生计的发展 所以我当时在做观光局的顾问的时候 看到了朝日温泉 我觉得这个宝地 应该是要好好的把它经营 不只要享受到水质也要注意到安全 所以我第一次来我们就把它整个瓷砖 有一些很重要的细节的地方把它改变 让它确保游客在泡汤的安全 那我们东方之前呢 未来这个投资立岛呢 最主要还要看它生态之美 所以因此我们有一个使命感 希望在我们在立岛这十几年里面 我们的目标希望能 从江津鱼和戴白沙之间的海域 它可以用脚下去由各种遗种来帮我们按摩 那就像我们那个美丽湾旁边的 那一块那个野生鱼的一个养生地一样 那在这里呢 我也希望来立岛的人也要爱惜这一块地 不要破坏它 要保护它 透过种树的活动可以让小朋友清净土地 了解种树的过程 亲手将小小树苗种下 也可以成为最好的环境保护课程体验 朝日温泉董事长也希望 藉由低碳旅游让更多朋友真正了解绿岛 也希望藉此让绿岛的旅游与生态化为等号 大家共同来守护美丽的绿岛 东台宣优部政大方温格在绿岛乡的采访报道 近几年来气候变迁使得植物开花时间脱续 在台东常常看得到的苦练树 每年开花时都是在1月到2月这段期间 不过今年的苦练树呢 花期却整整晚了一个月 3月初才开花 而到4月呢还看得见苦练花 观察十多年苦练树的学者说呢 如果苦练还没有开花 代表天气有变冷的可能 而这个时候农作检枝或若藤工作呢 可能就要延后 而从事农务工作的人呢 也可以观察苦练花的花期 应用在农业管理上 做预防因应措施的参考 以往能在每年的1月2月 都看得到苦练花的踪影 但今年的苦练树花期整整晚了一个月 观察十多年苦练树的学者认为 可透过观察苦练花来应用在农业管理上 往年大概冬天步入春天 大概是1月2月那个时候 所以它在1月2月那时候开花 那今年好像从冬天要进入春天 好像很晚到3月还有寒流这样 3月初才开花 苦练树是台湾原生树种 也是气候的指标物种 这个如果在我们的农业应用上面 其实这个是一些生物 它有一些异景的作用 可以让我们在田间管理 能够做一些因应的措施 我们如果是老业的话 我们如果到2月看到 观察到这个苦练 家里的田园的苦练树还没开花 那表示说可能冬天 可能还会比较慢过去 那我们可能一些剪汁 或者是若藤的这些工作 可能要延后 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比较属于 低温的冬天的一些蔬菜类 我们如果发现如果1月2月 那时候苦练树还没开 那表示说可能冷天气可能还没过 可能这时候还是可以再继续栽培 未来农夫观察到苦练树 2月中下旬尚未开花 意味着3月4月苦练树开花期 将会是多云即日照少的天气 作物生长势必减缓 可以及早采取田间作为的因应措施 东台新闻史荣与资本的采访报导 位于泰玛里乡的达王教会 十年来常常举办公益活动 无论是爱心园游会或是义卖会 从活动中所得到的收入都会回馈给当地的乡里 帮助当地贫困或是担心的家庭 这次呢教会里头 就有从事美法业的教友跟教会 就共同来举办意见活动 免费为泰玛里地区低收入户担心家庭的孩子 甚至因为工作而没有时间到美法店的民众免费剪法 而这群美法设计师呢是台东区的一间美法店的同事 店长呢特别为了这一次的益检活动呢 店修一天 可以说是全店总动员为爱来益检 美法师细心的为阿嬷修剪头发 因为行动不方便 阿嬷得知教会正在办理益检活动 在教会人员的协助之下来到了教会 经过美法师的Sato开心的笑得合不容嘴 开心 开心喔变漂亮的呢 这一天虽然是平日 但教会里头人来人往 一楼大厅变成了美法工作室 设计师们手边的工作没有停歇过 不论是老人小孩还有第一次剪法的小baby 经过美法师的巧手都变得更俏丽更有形 来自台东市区的四位美法设计师 店长带队 店修一天 和达望教会 共同为详情益检 第一次做这个慈善 慈善的这个益检 那 我觉得这个方式也能够达到回馈乡里的目的 也可以帮助到我们的部落许多的老人家贫困者 然后在他们可以很清神的方式 我们可以去帮助他们来完成这样子 也是因为教会里面有一些 他们的职场是做这个做理容做美法的 那他们因为住在这个部落 他们去对部落里面有许多比较 比较贫困的 感谢他们 只能说感谢他们那种愿意回馈 我觉得他们就是想带出那个想要回馈乡里的那个心 回馈乡里的那个爱心这样子 所以对他们的那个他们的心智我觉得蛮感动的 本身就是泰马里大王村的美法设计师 得知教会办公义 义不容辞前来协助 用自己的专业回馈乡里 有一些家庭比较贫穷 然后我们就今天抽空来 然后店里就休息 然后我们就来做意见这样子 然后有很多小朋友需要剪头发 还有些老人 泰马里乡的大王教会 其实这十年来 常常会办理公益活动 无论是爱心园游会 义卖会 从活动当中得到的收入 都会回馈乡亲 帮助当地贫困或是单亲的家庭 而这一次益检活动 美法师全心投入 免费为相亲益检 也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未来也有更多人能够投入公益的行列 东台新闻 我们李婉珍石荣誉 泰马里乡采访报导 朱子智佳格言说到 黎明激起 撒扫停除要内外整洁 打扫呢 是一般人从小开始学习做起 但是呢 你可以做到多小的细节呢 台东智障者家长协会的同学呢 每周都会有环境清扫的工作 一般人可能从来没有发现到的小细节 他们却比一般人还要细心跟认真 而带领他们的说评老师呢 也相当有爱心 虽然可能一个小动作都要重复十次以上 但是老师却不嫌累 因为他相信他们一定做得到 不停的叮咛着同学如何从小细节注意 书评老师是在台东智障者家长协会担任辅导员一职 军职退伍的他很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力量 帮助弱势 而这份工作让他的心情很喜乐 其实这机缘应该是源自于在我在 在当兵的时候 在从军的时候 那有一段时间是我刚好有负责 对于后备军人的一个挤难卫助 那这也是针对弱势的一些家庭 的一个挤难卫文经的发放 所以在那时候我就发现有很多弱势的团体的家庭 其实真的很需要我们相关的一个社服单位来协助跟支援 一个小动作可能我们习以为常 但是殊不知在学员来说 可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甚至要加好几次才能够学会 对很好 对很好 来折好的时候呢 这个拿起来 再拿起来对不对 再折过来一半 再折过来 一半 你的手一定要顺势 折过来 折过来 好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就我们摆到那个位置 好不好 摆到来 拿开 拿开 对 好 那我们把这垃圾呢 垃圾带我们拿过来 但是舒平老师不放弃 他很有耐心 虽然可能一个动作要教十次以上 他还是会跟着学员一起蹲一起低头 看任何细微的角落 这样的方式 你我不见得都做得到 好 那其实 我们跟培力工作坊合作 已经有三年的时间 这样子 我们已经提供就是门市的一个职场 让这些孩子可以在这边 做一个学习的一个状 就是说一个学习的方式 让他们有一个职场可以让他们实习 这样子 那这三年来 其实他们从怎么扫地开始教到现在 他们其实都可以独立作业的去完成 门市的一些清洁工作这样子 那其实在他们努力的过程当中 我们门市人员都觉得说 哇他们真的是很用心 然后很谦卑的 在帮我们做每一样的清洁工作这样子 所以我们其实非常感谢他这样子 那我们也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面 我们也能够继续提供友善职场 让更多的心障碍的朋友 可以有出来就是试试看的机会 就是勇敢的走出来 就是有爱无爱 然后让自己的人生可以变得不一样 我觉得他们的学习能力是可以的 只是没有人去教他怎么样去找到问题 去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就很细心的认真的 带队他们每一个 每一个动作最起码做十次以上 所以我们才能够慢慢让他学习 对于一件事情的敏捷度 跟他的细心度 我们都会慢慢去做一个这样一个培养 超商业者也说 其实会请学员来打扫 也是希望给他们一个机会 而且是互相学习 不仅可以美化环境 更是一种教育 才有慢慢培养他们 然后陪着他们一起把工作 一步一脚印的把它做好 我觉得就是我们最感到欣慰的地方 也是觉得自己很有成就的地方 对 学员们很认真 转换成为工作的态度 更是让人动容 如果你我也都能够把这样的精神 学习起来 职场上会更快乐 东台讯文部方林真虎 在台东市的参考报导 日常生活之中有许多使用过后的东西 其实都可以回收再利用 像是一开罐的拉环 还有空的牛奶盒 这些物品还可以做什么样的用途呢 透过网络放松站一起和大家分享 怎么将这些物品做有效的利用 饮用完的牛奶和饮料外包装 例如一开罐的拉环 除了丢入资源回收桶之外 还能够替您节省衣橱内的空间 还有喝完的牛奶空盒 还有许多的用途 经过简单的剪贴之后 就会变成收纳小物品的小盒子 再来把牛奶盒的四个角剪开来 剪开后呢 我们再用双面胶 把这个牛奶盒贴好 很快的牛奶盒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用的收纳盒了 而比较大型的外壳还可以这样做 看我的法宝 告诉你们 这个就是要做这个用的 我们在切菜的时候 那你要切鱼肉 在切蔬菜的时候 不是通常都会有鱼腥味吗 那每次切完鱼肉 你就得要把 砧板 拼命刷拼命洗 现在只要有牛奶盒 你再也不需要那些东西了 现在只要你在切鱼肉之前 想垫上那个牛奶盒 要放上你的鱼肉再切它 切完鱼肉以后呢 把牛奶盒丢掉 網路放送站 以上的小PayPal 你学会了吗 资源回收再利用 即使是用脏了 用坏了 丢掉也不会心疼 最重要的是 也不会伤了您的荷包 东台新闻综合报导 再来关心气象方面的资讯 28号上半天 各地天气仍然是不稳定 容易有短时的强降雨 外出呢 建议您要细带雨距 随着封面移动逐渐往南移 北部东北部 雨势是相趋缓的 而中南部还有花东 有可能是短暂震雨或是雷雨 气象局也针对苗栗县 还有台东市 发布了大雨特曝 因为大陆高压伴随着东北风 带来比较干凉的空气 北部还有东北部呢 会比27号稍微凉了一点 白天高温大约是26度 入夜之后低温大约介于18到20度 建议找出晚归的民众呢 一定得戴一件不外套 随时保暖 关心台东县各厢镇市的天气概况 台中市与北南乡 21到29度 正谷地区19到28度 南回地区19到29度 海线地区21到29度 海线地区21到29度 接下来看到的是农民里的资讯 国历4月29号 当天是农民的3月23日中属猪 22岁还有82岁的朋友 当天适合栽轿解除求医会友 比较不适合开市 嫁娶依喜跟入宅 即时你可以选择 宠臣五味这四个时程 看看星座运势 本月主打星 土象星座的金牛座 当天贵人星座是天平座 迅速自为6 整体运势属于两颗星 不佳的状况 看看整体运势 当天呢 你很想表现自己的爱心 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和对伴侣呢 也会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关心 在理财方面 当天会受到小人的觊觎 不过你稳重的表现 会让对方产生一种 睿智跟豁达的感觉 似乎无从下手 分享一则例子小语 人的价值表现在心灵上 一般人最黑暗的时光 就是他们坐下来 思考如何不老而获的时候 感谢您收看本节的台东地方新闻 台东人关心台东市 请锁定二时频道 我是嘉威 我们下次再会 对 没有 正她 誰 唉 人 最近